大家好 今天要说的是怎么样在不损失画质的情况下 放大一张图片或者是视频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页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使用的工具 它这个下面有一些说明 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话它给了我们一个安装方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安装方法也是相对来说有一点麻烦 所以我们还是给大家推荐几个更简单的一些方法 这边呢它给了我们两个页面 这两个页面呢是一个网页 出问题了没事啊我们点这个 这边的话就是说如果大家处理的图片不多的话 一张两张的话 那么我们是完全可以放在这里处理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有一张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张图片当我图片放大的时候呢 这边可以明显的看到一个锯齿 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工具来处理 我们选择这个图片 这些选项的话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改 效果的话基本上差不多 它就不离时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出来的效果 这边需要稍微等一下 这样呢图就完成了 这一图可以保存一下 我们只要还是存在这儿 这个是生成的图片 可以放大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放大之后呢 它这个锯齿已经明显减小了 这是它的一个放大效果 我们最放大呢 我们只放大了两倍 然后你也可以进行四倍的一个放大 假如说大家需要更高倍数的放大 我们这边的话就需要其他的工具来进行处理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款工具 双击打开 它的使用界面特别简洁啊 然后呢选中图片 下面点参数的话大家可以自己选 放大倍率给你自己的需求去选 这边模型这边的话 如果是2D的图片的话你就选这个 如果是3D图片的话选下面这个 上面这两种模型的话处理效果要更好一些 但是这两种模型呢同样的消耗的资源又更多 然后其他的要保存模型就可以啊 用去动 然后点开始 这边有个DDA模式 选中的话图片效果会更好 但是同样的处理时间更长 消耗的资源更多 好我们来看一下处理以后的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放大效果 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款工具 这款工具的话 它是专门用来处理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它下面的处理的几种类型 但是它这个工具只支持在Windows平台上使用 别的平台用不了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其他的工具来进行处理 这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也是用来处理图片的 支持的平台比较多 Linux Max 还有这个Windows 它结果所有的套路系统支持 使用范围要更广 然后它的安装也特别简单 直接下载就可以 我们看一下 打开它的安装页面 然后页面这边的话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操作系统去下载就可以了 我这边已经下载好了 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它的使用界面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使用界面呢 比刚才那个工具 漂亮了很多 然后同样的我们选择图片 然后呢我们这边可以选择它的放大类型 这几种放大类型 呃我试了一下就是区别不是很大 如果大家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发现效果不太好的话 可以在这边切换一下这个类型 大家可以下面看到这个放大倍率啊 直接放大就可以 好处理好了啊 它这边有个线 我们拖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个处理效果 大家看这个效果 处理效果很明显 这款工具使用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呃也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地方 这边有个上面放大就是 权重的话这边会直接翻四倍 每一个都会翻四倍 加起就是六倍 其他的话就是这边有一个图片隶存 就是它支持的图片类型呢 相对来说要少一些 这款工具和第一款工具呢都是一样的 他们只能用来处理图片 假如说你想处理更多类型的东西呢 那么这两款工具它是没法做到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别的工具来进行处理 这个就是第三款工具 它呢支持的类型比较多 照片视频 GIF格式的动态图片 它都可以进行处理 下载的话我们就下了一个问题版本就可以 这边是它的链接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总共1.8个G 大家自己去下载一下 然后呢我们下载下来之后呢就这么一个东西 双击这个打开就可以 呃我们现在用的是免费版 它这个高级版的免费版几乎没什么区别 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考虑这个高级版的事情 免费版足够用 这个工具呢支持的类型比较多 设置起来就比较麻烦 这边的话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不要动 尽量的不要去改它这个设置 它现在给我们的设置呢已经是最优解了 大家把手标放到这不要动 然后呢它会处理一个提示框 这个提示框里呢会告诉我们一些 它这里面几个引擎的优点 可以看到的速度画质 它默认的这个呢已经是 算是比较好的一个类型了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改它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实际操作 把我们要处理的图片把它拖过来 然后这边不要动 这边的话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处理引擎 就是我们刚才默认的那个 然后因为我图片是2D的 所以我这边选2D 放大倍率的话把它改成4倍 然后直接点开始 好处理完了我们看一下效果 它这个处理效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非常好 然后这边的话有个自定义分辨率啊 这个自定义分辨率呢可以去 手动去控制它最终图片的一个大小 这边我们可以给大家改一下 然后我们这边选这个忽略中痕笔 把这边随便改一下 改成520点下应用 这样的话它最终出来之后大家看一下效果 好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图片呢 就按照我们刚才手动设置的那个比例去放大了 然后把它删掉把它取消掉 这样的话它就恢复到默认了 这个就是图片的处理啊比较容易的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动态图片 先把这个删掉这个是我们动态图片 把这个勾上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2D 动态图片我们就放大5倍吧 点开始就可以 这个需要稍微等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先看一下圆图 这是我们圆图 然后我们把圆图放大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明显的有锯齿 然后我们看一下处理结果 这是处理过后的 处理过后的图片 我们放大了这个程度也是没有什么锯齿的 所以它这个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没有损失的一个放大 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把这个删掉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视频啊 它这边呢是一个 相对来说有一些模糊的 大家可以看到 好我们来让它来给我们处理一下视频 处理视频的话把这个勾上 这个视频插针呢 它可以让这个处理过后的视频更平滑一些 然后呢我们来点开始就可以 好这边呢处理时间就相对长一些 我们也稍微等一下 好现在呢视频处理完了 我们看一下结果 这是它给我们处理过的视频 嗯大家可以看到视频的清晰度 明显比原来的清晰度要高很多 这个是原来的清晰度 我们再给大家做个对比吧 就这么看不太明显 这边用一个小工具 这两个选中 然后把它拖进来 好 大家看还对比 这边呢是原始画面啊 这边是处理过的画面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区别了 就是它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效果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工具 呃基本上来说有这三款工具 可以满足所有的需求了应该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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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